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认出他门来 在美国有一个很受欢迎的电视游戏节目 叫做是真是假 主持人就会邀请三位参赛者 他们都宣称自己是拥有某种特殊职业的人 而四位明星嘉宾就会对这三位参赛者提出一些询问 并且判断究竟谁说真话谁说假话 当然其中两个参赛者就是无牌课 但他们会想尽办法胡乱明星嘉宾 让他们相信自己所说的就是真说话 很多时候明星嘉宾就算问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也好 仍然都很难分辨真假 所以这个节目带来非常好的娱乐效果 不过基督徒要分辨假先知 当然就不会像电视节目那样有娱乐效果 但却同样要具有挑战性而且更为重要 在《马太福音7章15节》主耶稣说 残暴的狼经常披着羊皮来到我们当中 他警告我们说即使是聪明人也要防备假先知 要分辨假先知最好的方式 并不是要问一些关键的问题 而是要仔细观察 凭着他们所结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 是《卡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 就帮助我们分辨什么是好果子 什么是坏果子 好果子例如是人爱喜乐和平忍耐 因此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 我们必须密切留意 因为狼会耍诡计 用偽装来欺骗我们 但是我们是被圣灵充满的信徒 我们所要服侍的那一位 就是真正匆匆门门有恩典有真理的好目人 神圣灵充满的信徒 神圣的触徒已到达已半 灵磊和畅声可未稍放缓 让中山傲长高盛立喊叫唤 随清风送出祝福满满 随清风送出祝福满满 无事地域抹戒限 微幼子渴望你相伴 神话语 要随如牢上交观 为求荣耀 敬拜优早生生命 累灰黑掌队 我是活祭 以身体奉上 不计代价点起身货 埋坑内深祭坛 用信靠来得破 造光也造燕 不怕艱苦困坐 求为你真正活过 各位朋友 你曾经在什么时候 见过披着羊皮的狼 如果测验他们所结的果子 你现在会看到什么 马太福音七章十六节 再一次对我们说 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 至高的牧者 求你打开我的眼睛和耳朵 让我从所看到的和听到的 能够分辨出什么是好果子 上星世故死因殿器明 如和越那 合理用并高举为大救助力 神朝派乐意随时响应 为求用药 敬带游走生命 人类梅黑掌坊 我是活祭 以身体逢上 不计代价点起身房 迈向内心祭坛 用信靠内突破 灼光也造烟 不怕艰苦困坐 求求求求你真正活过 求求你真正活过 不计代价点起身房 不计代价点起身房 灵命日梁时工制作 每月特选灵修讯息 盼望当中的内容分享 以及诗歌 让你心灵得到滋润 灵命得到更新 邀请你继续收看 另一篇的特选灵修讯息 愿上帝慈福于你